这不用我吗 你就回来不行吗 你都回来吧 集结汤维福宝剑 秀至正有美与吹雨直的电影 Wonderland 6月5日将在韩国上映 5月9号先行举办记者会 演员群一字排开 帅哥美女们的世纪同框 实在让人赏心悦目 我的角色 这个名字叫白李 就是李白那个名字反过来 白李 他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知道自己要去世的事 所以也想要照顾他的母亲 于是就委托了Wonderland 来设计了一个AI的白李 这部戏也是汤维福威十三年 再度演出韩国导演老公 金泰勇的作品 更请来孔刘客串 饰演汤维的先生 去后面就跟他继续 他在拍拖室里边 就是汤继续有录像 汤继续有录像 这个何时 所以 就我们俩都属于是三句不离本行的人 反正经常一聊都是聊一些电影啊 角色啊人物啊其实都会 他也是一个工作狂而且 他的工作非常的细致 我也挺矫情 这太难翻译了对不住 所以我们俩就是工作 就是能工作到一起去 那个还挺幸运的 对如果说换一个人 我估计看我这样该挺烦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确实我们因为是在疫情期间 所以是通过就像汪一样的感觉 是用视频来和他见面 来聊剧本的 但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是当他们我问他们 你们的屏幕有多大 他们说是一个很大的电视机 我瞬间就傻了 我说那天哪我的脸得有多大 在你们跟前 而汤伟这天似乎身体不太舒服 一直咳嗽 一旁的秀制看到后 也马上递上水 美女间的暖心互动 是不是让人心软软的呢